澎湖史上首件耕都案,由民间自主耕都代表,两位耕都会会长包惠娟,廖静昌代表住户,与洁新实业公司董事长陈品峰。 总经理杨兆庆等人,在县长陈光复的见证之下,双方签订耕都合约,象征未来老旧市场,将新建驻商大楼。 总经理杨兆庆等人,在县长陈光复的见证之下,双方签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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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之下。 我们期待,一直几十年,我们期待要更新,我们最后欢迎,我们节安公司和我们的五路之人,今天在这里,可以成立整个更新的工作。 我们对一百块五年,五月之时,我们关乎通贵,本身的相关的国家,我们开始推动这个工作。 我们建设处,快马加变,为了整个改正的工作,劳心劳力,发挥在这里,表现他的辛苦,他的辛苦。 我们平时,除了这些工作,除了新闻市,我们有很多地方,我们有很多地方,我们要继续推动这个更新团队。 那我们这些好朋友们,能够自主性的来,这样子把我们这个结果来把它整理,把它都更,之后,我想呈现把澎湖的这个旧社区,把它改建了之后,我想这个方法绝对会是跟我们同学县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我常想说,其实,我们还是村亚莴 пох弟设央,包括通华区また通华区又落的那个军阮永国联监。 这个是我们佛县的一个,马公司的一个心上,一个中心内体。 如果整个街 court 能够够把它从新督跟整建。 我想真的是 我们真的绝对呈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风貌 今天完成签约之后 将在半年内提出事业计划和权力义务更换 送本县都市计划委员会生意 预计将投入新台币8亿来新建10至12层楼的店铺和住家 现有的住家依对等取得 满足每一位住户的需求 曾经文康市场是我们最办法热闹的一个市区 曾经东西西院也是在马公首区最豪华的西院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 那渐渐的它也逐渐的老流 那也退去了它往日的光环 那今天呢我们两个更新会在经由结晶的一个阶调之下 我们想要把它重现 重新赋予它新的生命 发展这个蓬火就是提到就是海洋城市 城市要更新 尤其我们这很多房子不但是老旧 有些以前因为以前用到很多海沙 所以其实现在这个叫防灾型的都更其实也都是要推动 所以我们能够在这方面提供专业 然后其实我们更新会就像是一个公司的董事会 公会 其实这个自主更新的意思就是我们可以自己来做主 到底房子要盖什么样子 要用什么样的建材 都是由我们更新会 就是由我们这个建设公司的股东一样 自己来决定 根据了解 文康市场在民国五六十年代 是马公地区生意最新融的零售市场 现已早餐街 以及澎湖目前仅存的电影院中心戏院闻名 但因街区房屋早已老旧 而且为海沙屋 又联动新建 在商业核心地带已显突兀 有碍于现在的土地除了私人用地之外 还有国有地和现有地 如意全面更新 唯有走都市更新一途 未来新建筑商大楼将会带动文康市场的风华再现 记者王海龙报道